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号的大花莲敌方新闻 为了视察校园防疫情形 欢迎县长许正蔚今天在县政府教育处代理处长 绕中的陪同下,前往民意国小视察校园环境 以及防疫措施,并迎接到校上课的学童 回为上课的校园,许多学童踏着轻快脚迫到学校 并且充满朝气的向县长许正蔚问好 而县长也不会因亲切问候 以后国小一年级学生以好奇的目光 打脸学人的环境,校园中处处养抑着活跃的氛围 现在表示第一天为第一天开学日 外政府在第三期警戒期间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政策 因因疫情停课不停学的原则之下 透过远距教学让孩子们刻意无风接轨 现在表示民国小学生数将近1400人 也是现在学生人数最弱的国小 并且感谢家长会长 并且捐赠消毒设备 以羡慕洗手守护学人的健康 今天来到民意国小是华林县最大的学校 最大的国小 一共是将近1400人 我要谢谢家长会 刘会长 送了一个整个消毒门 让孩子进到学校的第一道防线 就经过了整个喷洒式的消毒进到学校 而学校每一个教室也有感测仪 无论是中午的部分也会在做体认的检测 然后入到校其实防疫就是 就会把口罩戴上 然后勤洗手 我相信每一个学校校长都会因地置疑 而华林县政府在开学的前期 也会有补上经费给予各学校 依据它不同的所需 来补上防疫的工具 进入做防疫的作为 现在表示 县府非常重视学校防疫的工作 以及校园的安全 在开学之前 已经针对全县国中国小学生 给予相关防疫物资的补助 让防疫工作在完备到位 此外 现在部分学校修缮听试仍在进行 即使完工之后 将能够提供更优质舒适的学习环境 记得转意黄色伯导